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想说呢就是到时候化妆的时候可以用里面的刷子 可是我真的无法忍受就是开箱以后直接用一把新刷子在我脸上扫这么一件事情 所以呢我就把所有的箱子都打开 把里面的刷具取出来已经洗好了 但是我刚刚才放回去 因为想说给大家做这个开箱视频的话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包装啊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那今天的开箱视频呢包括CT的官网 iHerb还有这个Beauty Bay以及这个Selfridge 我们就废话不多说赶紧开始今天的分享吧 好的我们先来开这个Selfridge好了 因为这个里面呢有底妆的产品在 我脸上呢已经上好了防晒跟这个打底 大家可以到下面的链接里面去找这个所用到的产品 我就不在这里详细拍给大家看了好吧 那Selfridge他们家呢 虽然其实我只买了三样东西 可是他给了一个超大的盒子 最大一个好处就是他们家每一次寄快递都超快的 就是隔个两三天就到了 这一次在这个网站上呢我只买了三个东西 都是It Cosmetics的 然后第一个呢是这个Buy By Under Eye的这个 Consealer一个遮瑕膏 然后呢是他们家这个很有名的这个CC Cream 我的色号是Light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他们家的也是很有名的这一把刷子 它附送的壳子呢是一个比较硬一点的这个塑料质地的 然后上面有一个这个It Cosmetics的这个塑料盖子 这样的话呢你不用的时候就可以放在这个里面防灰这样子 这把刷子真的超软的 而且毛超级的多 大家可以看到 而且超级的大 这样一盖上来 有没有 我就感觉可以很快速的定一个妆这样子的 好的我就先用它这个CC霜来上这个底妆 我也不知道这个色号这一次选的对不对 我们先来看一看 我先挤一蹦 它不会留下来的这种 就感觉它的遮瑕应该是挺好的哈 很香它这一款CC很香 我这一边就直接用手把它点开 颜色很自然 而且它很快就把我的这个这边一些颜色不平均的地方给中和了 现实生活中看来呢 它没有太多的那种光泽感 但是它就是遮瑕呀还有就是自然这一块做的很好 颜色的话跟我自己的肤色也很贴合 就目前看来没有什么违和感 感觉它是好用的 是好用的 可是呢这里有两点这个痘印没有完全的遮到这样子的 然后呢黑眼圈部分也没有完全说遮到 好的另外一边我就用Beauty Blender来上 它有个很香的那种有点像橘子糖啊柚子糖那一种的一类的味道 很香 目测呢是觉得说如果用Beauty Blender来上的话 它的遮瑕就没有用手指点开的那么好 但是呢看起来会像自己的皮肤一点 这边会有说觉得你可能上了一点点东西 但是没有说是那种很重的妆感 好的接下来呢是这个concealer 我的这个色号我选的是medium 是这个样子的颜色 就是说如果是medium 你也不会觉得说它太深这个颜色 它的质地很厚很厚 它不是那种流动性的或者是像fit me concealer那样的 比较稀的那种 它比nars的那个也更就是粘稠的感觉 我用手指把它大概推开以后呢 再用这个Beauty Blender把它修持一下 所以我就是建议你们 如果你要选CC霜的light的话呢 那遮瑕大概可以选medium这个色号 因为light有点偏白啊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开CT他们家的这个 想因为里面能有我的定妆产品 里面先是有一包这个 因为它送了这个小样嘛 然后这个里面打开以后呢 我在他们家买的有 我真的不记得我买了几样 买了两把刷子 买了一个定妆的那个粉饼 还有一个这个眼影膏 刷子部分呢 它是用这样子的盒子装的 我就给大家看看就好了 里面的刷子 我有就是拆开来洗过洗好了 一把是这个盐布的运染刷 另外一把呢 就是他们家的这个很多功能的一把这个火苗刷 他们家的这个刷子啊 我真的种草很久了 一直纠结要不要买 因为呢 其实做这个功课的人也不是特别的多 然后呢也有一两个人就直接说这个毛好像有点扎脸 然后呢 再加上它的价格也不便宜 我又不能就是亲自去试一试它的毛到底硬还是软 所以我就一直纠结要不要买 可是你知道 有的时候就是你一直就要不要买的时候 最后你可能就是终究还是会买 这个就是他们家很出名的这个Airbrush Flawless Finish的这个Skin Perfecting Micro Powder 4号是1号Fair 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其实也是种草很久的一个东西啊 也是因为价格有点小贵 包括它的这样的价格情况下 它居然里面没有粉扑也没有刷子 所以就觉得为什么要买它 这一次呢 刚好其实是因为我想要试他们家那个Magic Foundation 可是我不想买全装 我想用试用妆来试试看 所以我就在他们家官网买 在这个试用妆的部分 我选择了这个Magic Foundation 就是这个 那这个如果我试了以后 我觉得好用的话呢 我会给大家就是再更新这个信息哈 然后今天我用的是自然光 所以可能就是光线有一点稍微的不稳定哈 大家就可以忽略一下光线这个问题 那这个里面呢 还有一些这个唇部产品的这个小样啊 有好多 它是一个什么set之类的东西 接下来呢 是有三个这个也是唇部的Matte Revolution的这个小样 是这样 眼影高的部分 我买的是Jean这个颜色 因为也是一直想说试试看 好嘞 这个真的就里面有个尖尖的这个 你真的是有一点舍不得破它的感觉 然后这个可以用来打底也好 或者做你的眼头打亮也好 都不错的 他们家的眼影部分呢 我有入这两个其他这两个颜色 我最喜欢的色号是这个Betty 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用成这个样子了 它是那种金黄的那种颜色 很暖的一个颜色 另外一个呢 就是很有名的这个应该怎么念呢 Mario Antonetti 这个名字太不好念了 反正就是也有很多人在推这个颜色 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这个颜色 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用不好的话 我感觉眼睛脏脏的 但是Betty这个颜色我是很喜欢的 因为它有一点这种深邃感在里面 包括这两个颜色 它都是有一点点的这个细小的闪粉在里面 不是特别明显 就是要阳光打过来才能看见的 好 然后我们现在就用这一个来定妆 就用刚才这个It Cosmetics的这一把刷纸 哦 点一下就已经有了 这个抓粉能力还是挺好的嘛 点上来已经能看到 就是我点的这个地方 这一圈已经就是有上到粉这样子的 这个定妆超快的呀 这个用在脸上真是太爽了 这把刷子 而且我特别喜欢就是刷饼长的这一种刷子 就是感觉很有手感嘛 我很喜欢这样子的手感 这个粉的话目前看来是很 就是很自然的一种粉 我上好以后包括我后来有重复再点 我并没有觉得说粉感很重 就不知道它控不控有了 这一点就是有待考察 接下来呢我就用它这把刷子 其实我已经有用过好几次了 我很喜欢这一把刷子 因为其实它很软 而且它就是能做到很多很多事情 包括用来 你看它的抓粉能力 稍微这样一点就有好多好多 真是超多的 你看我现在可以用它来定妆啦 定这个眼睛下面和一些这种细节的地方 然后它也可以用来做这个修容刷 这一块很好 然后我也有用它来上他们家的那个腮红 我不是之前说那个腮红很不好掌控吗 可是用它去上那个腮红就刚刚好 因为它这个这么小呢 它刚好可以去到外面的这一圈的那个地方 然后抖掉多余的就这样慢慢运开运开运开 运开以后是好看的 就不像用其他的刷子 就很容易上一坨或者是弄不匀啊 可是用这把刷子OK的 因为它一方面又抓粉很强 另外一方面它真的可以把东西给运开 就是我一般不喜欢用小的这种腮红刷 因为我就是觉得它会运不开一些东西 可是真的小型的腮红刷里面 我就只服CT 如果对这把刷子长草的 我觉得差不多可以预入了 目前为止我没有觉得说它扎脸 我觉得它很好用 我很喜欢这把刷子 哎呀我把那个尖筋给破坏掉了 我却 哦有点多 用手吧 我用这个Betty这个颜色 上在这个眼尾这一类的地方 这样有搓出一个双眼皮来有没有 这把刷子呢是好用的 是好用的 也很软 就是在这个眼睛上面来回扫的这个过程中呢 不会觉得说搓眼皮 完了呢你也可以用它来上这个鼻影啦 我觉得它这个形状也很适合的 也是挺多功能的一把这个小刷子哈 是叫Eye Blender 好的 我先把唇部先用了 因为这个呢 是我最近天天都在用的一个东西 是阿玛尼的 他们家这个限量版的系列的408号 很美的一个颜色 很显白 好的我们把它放在这里 我之后呢会给大家做 我去意大利以后买了一些什么东西 我买了三只阿玛尼的红管 到时候可以给大家稍微的刷一个色 好吧 这个颜色呢是我最近非常非常爱的一个颜色 所以我现在把它涂上 因为我不想用这个东西 然后其他的也没有买任何的口红产品 所以呢我先把口红给删了 好的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开iherb这个箱 因为这个里面呢有这个修容 是这个 我买的色号是light 我本来想买medium的 可是medium呢已经断货了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light 我想anyway 我试一下它的质地也好嘛 对吧 就是前段时间非常火爆的 Physicians Formula的这个butter bronzer light的话呢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颜色 大家可以看看 那其实它送了这个东西呢 我不是特别能理解 它为什么是送这个样的一个东西 因为它又不是刷子 它是那种海绵头的那种 像粉布一样的 就这个到底能怎么用呢 你要是 啊我不知道 但它后面有个小镜子 还不错 味道就是 你很想把它吃掉的一个味道 就是那种椰果的味道 我觉得 然后是三把Elf家的刷子 第一把呢是这个 其实全部都已经拆开洗过了 只给大家看看这个包装 这一把呢是这个样子的 这次我去旅行的时候 有带它一起去 因为它很短嘛 就不是特别占地方 然后呢就用那种 网状的 就是给刷子定型的那种东西 给它包上 这样的话呢就不会怕 它的毛被损坏了 这把刷子的毛呢 不是那种什么 世界上最软的毛的那种感觉 但是呢 它不会说扎脸 然后它的抓粉能力也是挺好的 就是是这个样子的 大家可以看到 接下来的这一把呢 是叫做 Small Tapered Brush 可以看到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一把小火苗刷 可以用它来做 这个眼睛下面的定妆啊之类的 这里把它 它跟Sigma 还有ZOEVA他们家的刷子 就是这两把都是我用来 定眼下的这个妆的刷子 放在一起 大家可以看到 它们几个的这个 大小啊 长细啊 还有粗厚一类的 用它来高光也是OK的啊 也是OK的 但是它用来做高光 它稍微有一点太密实的感觉 它没有像这一把这么的 Flexible的感觉 这把做高光是OK的 这一把呢 也是跟这个一样的 就是稍微有一点太密实了 有一点可能会涂得很死 那个高光的感觉 好 所以就是这一把刷子买了 还有一把呢 就是它们家的这个 Blending Brush 它们家Blending Brush 居然是长这样子 那这把刷子呢 也是很软 很密实的一把 有一点像类似于 Foundation Brush那一种的密实感 然后其实在它们家 还买了两袋吃的 是这个牌子的 Rice Chips 就它应该是米做的这种 然后它的味道是芝麻跟海苔的味道 这个不知道好不好吃啊 我开开试一下 有点咸 不过呢还是挺香的 因为它是米的嘛 然后已经碎成这个样子 这是我要吐槽一下iHerb 我买的这些就是 彩妆品跟吃的混合的 它中间没有任何的一些 单独包开的一个动作 然后也没有任何的那种 泡沫的那种东西给它隔开 就直接箱子里面 就直接装的这些东西 就它一点都不担心 或者说它一点都不care 运送的这个过程中 会碎掉啊或者怎么样 Anyway 不过呢这个味道还是不错的 有一点点小酸的感觉 是香的 另外一个呢是这个 Food should taste good的一个这个薯片 但其实不是薯片啦 它是这个地瓜做的 就是红薯做的一个海盐味的 因为我想说这个地瓜 本来就是甜的嘛 所以呢就买了一个咸味的 好的我们接着来化妆好吧 接下来我想就可以开 这个Beauty Bay的这一箱了 因为这个里面呢 有我的这把刷子 可以用来做这个修容的刷子 这一包呢其实不是买的 是它这个买了一定的金额以后呢 它会送很多很多东西 很杂七杂八的 但是呢这个东西我就不一一给大家过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吧 这个我很惊喜的 就是这个Morphy的这个M220号 非常非常的软 它跟刚才这个 这一把呢形状非常的像 大家可以看到 当然了它们的这个质量 当然是不一样的 但是非常非常的像 我到时候用了以后 这把的毛要稍微多一点 我用了以后再具体找找看 它们有什么区别 但是这一把真的很不错 它送的 本来这把刷子也不值多少钱 还有一个这个也挺有意思的 它是一个小梳子 然后做了一个这个钥匙扣的感觉 但是如果它这边有一个保护的东西盖过来 就更完美了 这样就可以随身带着 不然的话就很完美 里面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我就不一一给大家过了 好吧 之后拍一个单独的镜头给大家 但是这个袋子呢 是挺硬的一个质量 然后它里面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像人鱼的那个鳞片一样 就是颜色非常的美 有没有 好 这是它送的袋子 不管它 这边呢有一把这个ZOEVA的刷子 但是我不记得有在ZOEVA的官网上 单独买刷子的时候 它会送一个这样子的袋子 我不记得有 还说就是这把刷子会有吗 I don't know 这把刷子是90号 Grand Powder 是一把很蓬松的这个Powder Brush 它的毛挺软的 有一定的韧紧 也就是说 它的抓粉能力应该是OK的 好 另外一把呢 是跟它长得很像的一把 是Morphy家的刷子 这个是R2 就是他们这个Rose Golden 还是什么的Rose系列的 因为它这个杆子 这个部分有一点这个玫瑰金的感觉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刷饼方面的话呢 Morphy是要稍微长一些 对不对 我喜欢更长的手柄了 这把的刷毛也是非常非常的软 很软 而且有一定的韧紧 就这样的刷子的话呢 一般它的这个抓粉能力会很好 它们两个基本上可以来做同样的事情 就是修容 还有腮红 当然你要做powder brush也可以 就是用它来定妆 全脸定妆 也是可以的 接下来我就用这两把刷子来上 刚才这个butter bronzer 一边一把好了 我们来看看好不好用 颜色很自然 用这一边有颜色的给它上在这个地方 然后用另外一边没有颜色的呢 去给它晕开 有一股那个 那个那个椰子的味道 好香 走一把的这一把来上另外一边 这个抓粉能力也是OK的 就在它这个盖子上面给它修饰一下 这样子 两把都没有扎脸的感觉 但是这一把会更松软一些 两把相比呢 我目前为止 更喜欢这一把 当然要以后长期的用下去 才能看看就是找到更适合 使用的产品和方法一类的 接下来呢 还有刷子没有讲完 这个里面呢 有一把这个 Bidelium 这牌子应该读 是这样读吗 其实一直有一点想找一把 这样弯过来的这个眼线刷 其实这个各个牌子都在做吧 可能差别不是特别特别的大 所以呢我就买了一把 它来试试看 它这个刷毛挺软的 它的尖尖特别特别的尖 我感觉 会把眼睛戳破这样子 我已经洗过了 所以我的眼线没有拿出来 等我去拿我的眼线膏 我回来了 好的 就用刷子上面 残留的那么一点点 稍微靠着这个睫毛根部的地方来一点 就OK了 这把非常适合去到一些 就是很细节的地方 并且呢眼尾的部分 也可以给你挑的非常的细 这点来说是很好用的 其实这个里面呢有一把这个Makeup Geek的一个铅笔头刷 我个人觉得它挺有韧镜的 我不知道来回扫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 眨眼睛 我们来试试看 我用这个盘子里面的这个颜色 那种深棕色 有点就是深的咖啡色的这么一个感觉 它的抓粉能力是OK的 一点两下呢就已经有了基本上 OK吧 这把刷子 不算特别特别的软的那种 但是也不会扎眼睛 既然如此 我就把它弄干净以后 用它来上一上 刚才这个GIN这个眼影膏 我把它用在这个眼头的部分 接下来呢这个里面 有一个护肤品啊 还有一个腮红 完了就没了 这个护肤品呢是 Ordinary这个牌子的 它里面的这些彩妆品都用这个纸袋子包着 就是有泡沫的这种袋子包着 保护的挺好 Beauty Bay上面这个配送啊 为了好做视频呢 我就把那些纸袋子都扯掉了 好这个是The Ordinary的这个 我会把名字打在那里 就是不好念的啊这个名字 然后大概的作用呢 里面有维他命C啦 然后所以就是可以美白啊 帮助一些斑啊之类的 可能疤之类的 就是稍微恢复啊什么的吧 这个我大概会在晚上的时候用 那这个如果到时候用是好用呢 我会跟大家再进一步的分享 好吧 今天这个视频就不多说它了 好接下来呢 是这个Ela Mosquad的这个腮红 这个呢也是看猪毛毛的视频 给长草了这个颜色叫做Catty 大家可以看到呢 这样摆过来看 它有一点云光紫的这种感觉在里面 但是大部分呢又是这种粉色的感觉 我打算用这两把刷子来上 这一把呢刚才有上过这个散粉 所以没有关系哈 就这样点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轻轻点一下就已经有粉了 就这把刷子抓粉能力真的超好超好的 然后就在这个上面给它调整一下 然后呢上在这样的地方 因为这个颜色是比较适合上在这种 稍微靠近前面靠近眼睛下边的这种颜色哈 就显得很可爱 显得这个脸喷喷的 可能镜头下面看的不是特别清楚这个颜色 但是现实生活中呢有看到 它是一个很粉嫩的颜色 它很显得这一块就是嘟嘟的那种感觉 很可爱 然后这把刷子真的是可以把东西给运开的那一种 感觉很好啊 接下来呢我们就用这一把 它刚才上过这个西红绒带没关系 因为有一面呢 就是比另外一面稍微干净一点 我就用它来上这个腮红 点一下已经有了 还不错 好的 我刚才呢就画好了眉毛啊睫毛啊什么的 我都没有跟你们说 就是过程中有偷偷的自己画好 产品一期会列在下面 好了 那今天呢就是开箱视频已经完结 其实我是现在刚就是旅行回来 所以整个人感觉还是有一点累吧 就是需要再调整调整 但是我明天要去上班了 不想上班呀 然后呢大家不要问Coffee在哪里啊 Coffee还在我朋友那里 我明天去接他 或者说朋友明天给我送过来这样子 因为我明天要上一整天的班 几乎就是Coffee一个在家里的话 就太孤单了对不对 所以我有一点小孤单 现在因为没有Coffee嘛 所以我就开开视频 就是开开相机给大家录录视频 说说话这样子 会稍微好一点 那其实呢在意大利我也买了一堆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也有彩妆啦 也有一些包包啊视频啊什么乱七八糟的 那之后呢有机会也会给大家慢慢的开视频给分享 好吧给大家录起来 还有可能就是这个旅行的Vlog的话呢 可能会再稍后一点上吧 因为有太多一些小片段啊什么的 可能会花一点时间去整理啊这样的 包括我接下来会一直在工作 所以可能就是静下来闲下来编辑视频的这个机会可能会很少 Anyway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就给它点个赞吧 如果你不想错过我其他的视频的话呢 就订我的频道吧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